Hello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是WYS和大家宣傳第三期的上規課程 第二、第三期的時候 我們知道插班人數不斷急增 第二期很誇張 多了700多個新生 插班的同學 所以大家看到很多區的Live和Video都是充滿了 第三期的時候 再接再例的時候 我告訴大家 首先多謝大家對我們教學的支持 我對教學一向都很有信心 但最想跟大家說 第三期教些甚麼 這些同學比較緊張 先說中六的同學 中六的同學比較緊張的是甚麼 首先我們會教閱讀能力分段 2020年是挺難的 但今年的時候我一次會將和大家不同的跑水扒 印上了加上練習 究竟教大家怎樣分段 教大家的pattern是怎樣 所以這個技巧其實非常重要 教分段的能力 同一時間我們會講一條題目 這叫宋禮之我見的層次 在議論文的層次結構的問題 如何將編品時鋪排得比較帥氣 同一時間我都會將差不多10篇 2020年的宋禮之我見的增跡 任給大家 我打開了一份單獨的騎釘卡 增跡的學生寫成怎樣 我從來沒派過這個增跡騎釘 這個非常重要 但在我省圈這麼大的時候 都是要做一件事 就是因為第三期要拍一個例子書給大家 中國同學吵了我很久 給我一點時間 但我們一定會在第三期送這本例子書給大家 讓大家考試的時候可以複雜對例子 同一時間大家可能看到很多狀元 五星星學生拍我的宣傳片時 都會說一件事 就是娃娃預警意識很厲害 有一招叫SIDRIP 每次寫一用SIDRIP 寫綜合就一定已經意識兵收十番人 我幫助我在卷三的時候 主張知識可以改善得更好 就是綜合的一個 因為格式上很方便 就可以拿足了格式上的分數 十分就很容易讓我讀它 其實真的是綜合技巧 其實之前沒接觸過 就覺得綜合好像很煩 有很多東西要寫亮的 搞不清的步驟 但RIP SID正正只給我一個六部曲 就是我很仔細地 сним 究竟我每一個人做甚麼 而不需要太多花巧 就可以誦浴精賞 語警意識的時候 同樣是說了一句口缺 記得口缺的話 當然是進來以後才知道 同學就不用在語警意識的時候 做一番風想的問題 就不是很清醒 這個招數時 我們還是事不言辭 在這個奇數裏 一次過教大家 教大家語警意識時 怎樣輕鬆 拿十分 滿分 相當簡單 同一時間這一期也有很多東西要教 因為會教文言文的技巧 怎樣拆字、了解篇章 同一時間我會跟大家拆解2020年整個月報的文言部分 所以這一期相當相當豐富 第三期就會跟大家講這些 中四、五的時候有什麼不同呢? 除了一些SID、RYP這些既定的王牌中六先教之外 基本上內容要逐都是會教大家送禮之外見、鎮跡 同一時間會教大家剛才我講到的關鍵重點 就是以律文的層次、文言文 這些都會有,但是中四、五多種東西就會教說話卷 說話的比喻象徵題 我們在中六的時候雖然不考 但是中四、五的時候仍然要考說話卷 我們都會率先教大家 同一時間最重要還有一句 中四、五我們會送一本全新的書叫字集 這本字集不要以為是舊版本 我們會全新出過 所有編章內容、學的修詞文句都是新的 所以大家特別留意 大家記住用優惠 不同的優惠都是非常關鍵的 包括推薦新生、一元報多科、新科 大家可以留意下面不同的詳情 另外,提醒大家follow我instagram 我會有很多新的資訊 同一時間提醒大家 上www.yyym.com.chk 這個新的網站,今年新做 裡面有很多不同的資訊 可以做會員的時候 unlock到看到不同的編章和資源 今天這個片到這裡,拜拜